解雇的膝关节名医 临时找到诊所 未开到的患者回诊 不少患者一早就专程赶来 上星期 医师的膝关节医疗团队 突然被医院以医疗无法外包为由 解除雇佣关系 医师突然被辞职 许多患了膝关节的患者 发现回诊无法挂号急得跳脚 医师在脸书透露 这几天患者询问后续治疗的电话 跟讯息如雪片般飞来 他左思右想 就是要赶快找到 为患者看诊的地方 他暂时借用朋友的医美诊所看诊 不过在这里 没有医疗外包的问题吗 医师强调 不会有侵入室的开刀治疗 只会进行换药和问诊 医师算过光是一年开刀 加回诊的患者 就超过一万五千人 他必须赶快找到能开刀治疗的场所 但他回原先医院 要取回治疗医材的时候 还被对方百般阻挠 医师和院方的劳资协商还在进行中 而患者经过三天无法回诊的恐慌 现在找到医生回诊 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我是新华人红年辉台中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